88. 台灣《蘋果日報》 桑架購新上四天頒緊領180元 2015年7月14日投訴A.11 黃俊志 黃俊志 新北報導 連鎖餐飲金泉與棉新北新中店規定公讀申請價會被購當日新水 導致有公讀申當月實際上班四天 因請桑架三天 緊領到新水180元 藉夫不合理 金泉與棉新中店臨店長說 該名公讀申臨時請假造成人員調度困難 因此按內部規定購新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長胡華泰指出 雇主不該把經營風險推給勞工 規定違反勞基法 店長便面事有說新北陳姓女高中生表示 去年9月起 他在金泉與棉新中店擔任駕日外長公讀申 每次排班三小時 五月因故無法繼續公讀 領導當月甚至非常傻眼 因常四天班 公時雷共十二小時 原應領1380元 卻指領導180元 女高中生說 店長告知因他請假三天須扣身 加上要他賠償值班期間短收的165元 極算後僅成180元 他不解 當時外公過世 有時先請假賓喪 恨不合理 對此 金泉與棉新中店臨勝店長說 該圓五月圓本排班七天 工作日前一天才臨時請假三天 造成店內人員調度困難 惡內窺 公讀新排班臨時請假需求當天申水 林店長強調 當時面試都有告知清楚 並非刻意刁難 至少 commit 空氣 能 飓… 琉